昨天是杨蜜的生日 许多她的圈内好友都在微博送上了生日祝福 而正在纽约参加时装周的大蜜蜜 昨晚晒出几张碰着热狗的街拍 虽然是半脸自拍 依旧美的小八哥心肝颤 除了美美的照片 大蜜蜜同时还挂了几个好友的祝福 其中黄小明和baby夫妇 还有张大大送上的跨国鲜花 特卡上还加上了俏皮的一末级表情 在一片祥和的祝福里 有一位好友的祝福突出重围 夺得了最尴尬祝福奖 那就是我们的沙翼同学 大蜜蜜挂出的微信聊天记录里 沙翼说完生日快乐之后 还加了一句狮子座女生 无奈的大蜜蜜回复 其实她是雏女座 还发了沙翼那张著名的 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表情图 送个生日祝福都能闹个大乌龙 沙翼这次可以说是非常爆笑了 小八哥都忍不住大笑十秒 估计大蜜蜜当时的内心也是崩溃的 自己直接从雏女座 变成了狮子座女生 这颗梗真的够大家笑到 明年大蜜蜜生日了吧 同床一梦二一路看下来 相信大家和小八哥一样 被邱慈炫与小光夫妇的狗粮味道称 但是这样的恩爱夫妻 居然还没有举行过婚礼 在第一期节目时 邱于夫妇就曾曝光 其实今年一月份 他们俩就领了结婚证 婚后还没有举办婚礼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邱于夫妇来到了激州岛的民俗村 顺便演习了韩国传统婚礼 新娘子邱慈炫 穿着鲜艳的传统韩服 盘着发际 真的是太美了 看到这么美的新娘子 第一次穿韩服的新郎于小光 忍不住幸福地掉了男儿类 还兴奋地背着老婆转圈圈 放声大喊邱慈炫万岁 看得小八哥不禁露出 老母亲般的欣慰笑容 但是还没等小八哥感动完 兴奋过头的于可爱 突然间掉了裤子 感人场面画风突变 邱于CP一眨眼 又变成了搞笑夫妇 哎呀呀 小八哥真是非常期待 看到邱于夫妇的正式婚礼啊 到时候新郎哥 可别再掉裤子咯